欢迎老妹 是你要来的吧 是我要来的 我要和她分手 分手 因为她跟我说 她要回老家相亲去 我和她在一起 两年时间了 我真的受够了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这两年和她在一起 我也付出了很多 宠也宠够了 爱也爱够了 我想让大家来帮我平经理吧 还有一口气呢 你看 回家相亲的 可我那不是真的 想回家相亲 主要是 我觉得她是越来越不爱我了 我主要是趁这个 想气急她 让她哄哄我 是刺激她的 不是真相亲 是的 没想到刺激出事了是吧 就是 还有之前的原因就是 我有一次外出出差 晚上回来都11点了 我就想给她打电话 让她来接我吧 是这意思吧 当时是这样子的 她离地铁站 也就两站的距离 我过去接她呢 大概有七八站的样子 而且那天的话 我也正在加班 地铁几点停运 你不知道吗 可是以前我去哪里 都是你接我啊 我都打电话和你说了呀 那天我走不开 对不对 正加着班呢 你就两站地 你自己坐过地铁回去不行吗 你就是不爱我了 那那天晚上我半夜微头呢 让你给我送胃药 结果呢 我等了好长时间 你才到我楼下 你啥意思啊 你一给我打电话 说你胃疼 我立马从被窝里面爬起来 我连鞋都没穿 冲到楼下去 我们家楼下那个药店 已经关门了 没办法 我只好去那个 对面隔壁那条街 好不容易找到药店 给你买到药 然后我给你送过去 中间耽误了一点时间嘛 来回可能花了 接近一个小时嘛 因为大晚上的嘛 兄弟你确定这一个多小时 你都没穿鞋啊 我穿着拖鞋呢 着急嘛 吓我一跳 我鞋都没穿 行 听明白 这次听明白了 挺积极的呀 我好不容易 给他把药送过去 敲开门 他很生气 冷着脸跟我说 你到现在才来 什么意思呀 那肯定呀 一个多小时呢 我胃疼还好 万一我晕倒了 咋办 你不得后悔死啊 那我不是 给你去买药去了吗 大半夜的 我容易吗我 行行行 你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是 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嘛 然后他们那个教育机构 正好和我们这边 展开一些业务上的合作 然后我就经常 去他们那边洽谈业务 然后和他联络就多了一些 然后就约他一起吃个饭啊 然后去逛逛街什么的 一开始我还挺喜欢他的 怎么个喜欢法呢 是不是就喜欢 那甜腻腻这股劲啊 一开始觉得他 挺善解人意的 也很温柔 对我也蛮上心的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给我支这条围巾 当时我很感动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那女孩子是 特别公主 特别娇气的 时间藏了以后 她就开始圆形毕露了 我那怎么叫圆形毕露 难道我不爱你吗 就因为我爱你 我才叫你一个人 哈你呢 而且我都不允许其他人 叫小傻瓜 只能让你一个人 这样叫我呢 你那是让我叫你小傻瓜吗 你那完全是以小傻瓜的要求 去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我和他一起去逛街 突然逛着逛着 他就不走到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鞋带松了 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他系一下鞋带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 那么多人看着 多难为情啊 那其他人的男朋友 都给他们系鞋带 我就让你系一下呀 可我当时就是不愿意啊 系了吗 后来没办法 我不系他就不走啊 那么多人看着 没办法 只好妥协了 给他把鞋带系了 除了系鞋带 还有什么是小傻瓜 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 还有我就带着他 和我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他想吃皮皮虾 他自己就不愿意剥 然后非要让我 当着我朋友面 给他剥虾 我和我朋友 正在喝酒聊着天 没办法呀 我只好给他剥虾 然后我朋友 还拿我开玩笑 以后你就 给你女朋友剥虾去吧 不要找我们喝酒聊天了 那人家就想吃吗 就让你剥一下 那个狠杂手呀 天哪 而且他后来 还越来越喜欢发脾气 也给我定了很多的规矩 他给我发微信 我还必须得秒回 回复的信息里面 还得超过二十个字 而且还不能出现 像一些呵呵呀 哈哈呀 一些之类的语气注词 因为他觉得很敷衍 那肯定很敷衍呀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每天都见面 我对你要求 达到二十个字的话 还能连多感情呢 我每天晚上忙得很晚 工作完了以后 还得陪他聊天 我几乎是睁着一只眼 闭着一只眼 和他发微信 等他睡着了 我才能睡 哦 那你要发不到 二十个字的微信 他会怎么样 就闹啊 就生气啊 给我打电话 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这点我还都能忍受 最难以忍受的是 不分场合地跟我耍性子 有一回我正在和公司里面 同事在那加班开会 他发了微信 我没有及时地回复他 然后他的电话 就一个接一个 不停地打进来了 后来我被逼得没办法 就接了电话 我跟他说 我现在正在开会 有什么事情 咱们晚一点说 他那边就不乐意了 瞬间就炸了 在电话里面 那我肯定不乐意了 本来我特高兴地告诉你 我中了大众点评的霸王餐 那可是你呢 你接一个电话 语气浪漫地跟我说 嗯 好 迟到了 哎 你是担心你公司人知道 你有女朋友啊 还是怎么回事呀 我那会儿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我正在开会 你怎么一点都不通行达理呢 后来我为了哄好他 嗯 我就带他去吃饭 我问他喜欢吃什么菜 他说随便让我自己点 我就随便点了几样 然后等菜上来以后 说一个没有他想吃的 然后就生气了 这我肯定得生气啊 你是我男朋友 我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 那你觉得我拿你 还有什么用呢 我不是把菜单儿拿给你了 让你自己点自己喜欢吃的嘛 你觉得 你让我那么生气的情况下 我还会点菜吗 天哪 我后来不是又哄你了吗 跟你垂肩啊 揉腿啊 还带你去买口红 自答那以后 咱点餐不都是你自己来点吗 自答他点餐以后 就是我噩梦能开始 为啥 因为他是四川人 比较喜欢吃辣 我是江南这边的 我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口味 他每回点菜都点很多辣的 而且我都吃不了 我没办法 我只能硬着头皮吃 他还说你多吃一点 不要浪费 你就不能点一点 我喜欢吃的清淡一点的菜嘛 可是我就喜欢吃啊 而且你以后还是要和我长期相处下去的呢 你现在为了我改变一下口味 我觉得挺好的 这就是作为男朋友你应该做的事情啊 你应该做的 你应该做的 我你应该做的 我好